嗨,大家好,我是大同,欢迎来到娱乐圈,天天乐 二十多年前的1998年10月,黄祝格格捧红了女主角赵薇 凭此剧获得了最佳女主角赵薇 一年之后,黄祝格格第二部更是打破第一部创下的收视神话 小燕子赵薇成为全名文化偶像 近二十年过去,黄祝格格里的演员发展道路窘异 有人投资赚数亿,有人成为首富,有人种起了东北大米 小燕子夫妻同心投资套现数亿 2002年赵薇出资210万元成立了文化传播公司 后来几年赵薇因为军旗庄 被媒体炒作 深陷舆论漩涡 演誉道路充满曲折 2006年赵薇进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读研 在此期间认读三人黄有荣,三年之后两人成婚 从此开始了资本扩张道路 2015年6月,福斯称赵薇是中国最富有的女演员 拥有敏锐的投资头脑,被称为女版巴菲特 另外一个黄珠的金所扮演者范冰冰 经商能力也很强 范冰冰先后成立培训学校,开办并投资影视公司 甚至入股红酒公司 在17年中国名人富豪榜中范冰冰以2.44亿元的收入成为首付 超过第二名入行6000多万 耳康的扮演者周杰知名度不及赵薇和范冰冰 在黄珠之后,周杰出演了《少年包青天》等电视剧 之后周杰偶尔投资,在东北开辟了上千亩的大米基地 并晚起了收藏 周杰为自家的大米创立了周先生品牌 该商标适用广泛 包括粮食,果蔬,海鲜 并且只能通过周杰本人购买 种大米之余,周杰铺外收藏 产品包括国画,雕塑和装置 至于另外一个人,大家也都知道了 林兴卢,今天就不八卦了 下期节目再见